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1764集 因为他已经仔细探寻过了 这片陨石群中除了秦晨三人之外就没有别人了 而秦晨三人中 最强的一个刀王木之风也只是后期圣主秀伟而已 另外一个女人竟然是和秦晨一样 只有中期巅峰圣主的秀伟 这家伙以为凭借他们三个就能对付自己了吗 一女人身材不错啊 我知道容貌怎么样 不过你放心 得罪了本座就算是容貌再丑 本座秦拿之后也会好好玩弄一番再弄死他 因为没有人可以在本座面前嚣张 这空海族的巅峰圣主 目光冰冷地嘲讽说道 为了本座也不会先杀了你们 而是会在你们面前先将这个女人玩弄死 让你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女人怎么猜死 然后录制成圣圆球拿去卖 相信这个女人很快就会在虚空启事中活起来的 你找死 刀王牧之风听了这话 莫光一朗 这家伙敢这么侮辱少夫人 他心中瞬间就涌现出了无尽的怒 手中竖的出现了一柄战刀 对着空海族的巅峰圣主便是一刀悍然斩落下来 轰隆的一声 刀器纵横 冲天而起 仿佛要将这一方的虚空都给斩裂开来 可怕凌厉的刀器抱卷而出 瞬间就来到了这空海族巅峰圣主的面前 那空海族巅峰圣主目光一宁 右手骤然亮起了一道湛蓝色的光芒 一柄造型诡异的三叉戟 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对着刀王木之峰 斩出的刀光猛的一屁 就听到了轰隆的一声 圣缘爆炸 刀王木之峰斩出的刀器轰然间爆碎开来 一股可怕的湛蓝色圣缘席卷开来 刀王木之峰顿时闷哼一声 后退开了一些 脸色有些难看 他的心中有着凝重 这就是巅峰圣主吗 果然强悍 一击就破碎了他的攻击 虽然他只是试探出手 但是也可见对方的强大 就这点本事也来狙击本座 这空海族的巅峰正主 一击粉碎了刀王木之峰的攻击 心中顿时彻底放了下来 本来他看到秦晨三人竟然停留在这里 内心还有些疑虑 在他看来 秦晨三人中最强的一个也只是个后期胜主而已 这个时候应该是有多远逃多远的 而不是在这里等死 可谁知道秦晨居然停留在这里 他表面上不信 内心其实十分的警惕 能在虚空潮汐海闯荡的人 哪一个是简单的呀 他之前故意说这么多不说的话 也是想击对方先出手罢了 想看一下秦晨他们哪来的底气 而交手之后 他的一颗心反而是彻底的放了下来 因为他能感应到刀王木之峰的实力极其的强大 比之一般的后期胜主都要可怕不少 或许啊 这就是对方的底气所在吧 以为有那么一尊不凡的后期胜主 就能对抗自己了 可惜他们太小看巅峰圣主了 也太小看他了 想必你们以为自己实力惊人 所以想要试试看自己和巅峰圣主的差别 在什么地方吧 我今天就如你们所愿 这名空海族的巅峰圣主说完 身体之中骤然萦绕出了一道湛蓝色的不稳 这波纹迅速的弥漫出去 立刻就包裹住了整片的陨石去 他就算内心松了一口气 出手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的放松 而且他知道这里距离虚空极势并不远 万一那些跟在后面的高手过来 那他就不能吃毒食了 这湛蓝色波纹迅速的弥漫出去 瞬间就将秦晨等人完全的禁锢中 秦晨等人立刻就感觉到自己像是陷入了一个十分凝质的虚空之中一般 身形动弹的变得艰难强 秦晨心中立刻就是一惊 这空海族的巅峰圣主实力的确是十分可怕 而且这种湛蓝色的水波巩固在了虚空之中 根本就不是什么规则 而是这空海族的特殊能力 轰隆的一声 这空海族的高手施展出了空海族一族的领域 催动三叉戟对着秦晨瞬间就杀了过来 可怕的三叉戟上爆发出了刺目的湛蓝之光 通天的气血暴涌 将这一方天地都披斩开了 然后对着秦晨疯狂的站路 那这是要第一时间将秦晨斩杀 夺走秦晨身上的宝物 但是不等他的攻击击中秦晨 幽谦雪突然冷喝一声身形动了 翁的一声 幽谦雪的身形在这湛蓝色的水波领域之中 竟然是没有任何的阻碍 剑光一闪 一道灵力的剑气 瞬间就来到了这空海族高手的身前 与此同时 刀王木之锋也动 轰的一声 他体内气血暴涨 身上无尽的神红绽放 如同是一尊盖世刀神一般纵横而出 手中战刀之上浮光闪烁 呈现出了规则之道 对着空海族高手再度的一刀战落 刀气冲天 那空海族高手脸色微变 冷横一声 手中三叉几伤 涌动出了冷冽的圣元 横扫出去 他是巅峰胜出的高手 一击扫出 天地变色 无论是刀王木之锋 还是油千雪的攻击 都被瞬间劈开 圣光粉碎如绚烂的光雨洒落在了虚空之中 两个人更是被劈飞出去 一个个体内气血翻涌 脸色惨白 但是 两人都没事 不曾受伤 再度杀上来 什么 空海族巅峰圣主吃惊 皱起眉头 露出了惊诧之色 这两个人真的只是中期巅峰和后期圣主 他出手 轰轰轰 一道道惊天的水光营绕着 带着必杀之力 横扫出去 密密麻麻的几气 镇压住了万古仓球 足以将这方虚空给打爆掉 但是 眼前那两人 一个刀起无双 一个竟然在他独特的领域之中丝毫不受影响 特别是幽谦学 他掌控了太阴琉璃至尊女帝的传承 空海族强扯的领域根本束缚不了他 反而让他如鱼得手 果然有两下子 难怪敢停留在这里 这名空海族巅峰盛主 目光冰了 杀气萦绕 寒气冲停 可惜 就凭这些皮毛想要对付我 还差得远呢 他冷哼出声 身上绽放着道道神光 轰的一声 可怕的规则之力席卷开来 脸上的蓝色鳞片像是受到了刺激一般 嗡嗡嗡的震动起来 整个人像是和天道融合在了一起 巅峰盛主 身容天道 何为巅峰盛主 那是将天界的规则之力修炼到了极致 到达了一种登峰造极的地步 举手投足之间就能引动天道的力量 比起后期圣主强了何止是一心半点 正是因为巅峰盛主这种能力 才能轻易地碾压后期圣主高手 行走在这天界之中无所不能 表面上看起来 巅峰盛主和后期圣主 只是差了一个极为细小的级别 在事实上却代表了两个境界 对天道截然不同的理解 通力上 他出手强势无比 刀王木之锋和幽谦雪的实力 都极其的强横 甚至能够镇压普通的后期圣主 但是此时此刻 在这种独特的天道气息之下 瞬间就被震飞出去 一个个发出了闷声 脸色发白 体内气血翻涌 这就是巅峰盛主吗 他们震撼 也是为之心境 明白了自己和巅峰盛主之间的差距 那空海族巅峰盛主出手 将幽谦雪和刀王木之锋 震飞了 却是没有乘胜追击 而是直扑秦辰 在他心目中 对秦辰的恨意 可是比另外两个人强大太多了 轰的一声 战蓝色的三叉戟 暴涌而出 直伺秦辰的眉气 而且他体内的规则涌动 那战蓝色的力量 竟然是瞬间朝着秦辰包裹而来 要将秦辰束缚在这一方虚空之中 不让他有任何逃脱的困难 灾恶明火 就在那三叉戟袭来的一瞬间 秦辰体内的灾恶明火瞬间营绕而出 轰的一声 灾恶明火绽放着可怕的魔光 瞬间就将那战蓝色的力量 给撕裂开来 并且秦辰手中绿色的腰剑出现 一道永恒剑气便是斩了出去 挡住了那三叉戟的攻击 轰的一声 两柄冰刃碰撞在一起 爆发出了惊人的轰鸣 秦辰瞬间就撕裂了对方的束缚 后退开来 一道道战蓝色的规则之力 再一次的席卷而来 却被秦辰接连展开 什么 这空海族的巅峰圣主显然是没有料到秦辰竟然能够抵挡住他的攻击 立刻露出了震惊之色 从动手到现在 秦辰三人给他了强烈的震撼 他是什么人 纵横虚空潮溪海的存在 不说在虚空潮溪海中无敌吧 但是一般的后期圣主或者说是虚空盗匪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他之前强势出手 哪怕是一尊后期圣主也要重伤 但是眼前这三人竟然是除了有些狼狈之外 完全没有任何受伤 果然有两下子 想不到你们三人的实力如此之强 还有你 不但能破开我空海一族的领域束缚 还能抵挡住本座的攻击 你这应该是天火吧 而且还散发出如此阴狠的力量能破开我的领域 起码也是巅峰圣主级别的火焰 这名空海族的高手目光阴冷地扫了一眼 将他围在中间的秦晨三人 愣笑道 你们三人的实力都远超普通人的预料 如果是一般的圣主高手说不定就被你们暗算到了 可惜 他说话之间 身上一道可怕的气息生腾了起来 然后秦晨三人就看到 他的脸上开始爬上了一道道的铃甲 甚至手臂身上也爬出了铃甲 身后更是长出了一条猙獰丑恶的尾巴来 并且他的指甲也开始伸长 绽放出了森汗的光芒 顷刻之间 此人就变成了一个人不人 腰不腰的怪物 秦晨目光一明 瞬间就明白过来 这应该是这个空海族高手的本体了 之前的模样只是他在人族中行走的样子而已 轰隆一声 他心中这个念头刚冒出 这空海族高手身形瞬间动 刷了一下 竟然是竖的出现在了秦晨的身前 轰隆的一声 一击一击刺向了秦晨 他的速度太快了 仿佛瞬间一般 快到了让秦晨都差点没反应过来 这是什么 空间规则吗 还是时间规则 不是 应该是某种天赋神童 换作是一般的后期圣主 恐怕早就被对方如此突如其来的攻击给斩杀了 但是秦晨是什么人物 在瞬息之间就反应过来 永恒剑气暴涨而出 咔咔的一声 挡住了对方的攻击 与此同时 秦晨头顶的灾恶明火瞬间爆涌起来 朝着这空海族高手瞬间席卷而下 这空海族巅峰圣主 显然是没想到秦晨竟然能挡住自己的天赋神童的攻击 眼神中流露出了震惊之色 下一刻 胡的一声 他身形后退 一击劈开了那灾恶明火 扑扑扑 一道道的灾恶明火落在了他的身上 瞬间就灼烧到他身上冒出了道道清烟 像是被腐蚀了一般 传来巨头 这是什么天火啊 他心中更是大惊 一般天火根本伤不到他 这天火的强度也太强了吧 惊怒之中 他手中的三叉几上光芒万丈 瞬息之间就对着秦晨批出了成千上万几 轰轰轰轰 无尽的脊光就像是化作了汪洋一般 朝着秦晨倾泻出来 秦晨脸色微变 疯狂地出手 永恒剑气萦绕着 砰砰砰 双方战成了一团 不得不说 这空海族的高手实力极其的强壳 给予秦晨强烈的压迫 甚至比当初秘境之中 阅魔族的首领都要可怕许多 比之战王宗等高手也要强悍上意思 特别是对方的天赋神通 神出鬼没的 再加上独特的空海一族的领域 即便是秦晨 一开始也有些吃力 但是秦晨毕竟非凡 与对方战成一团 竟然是不分上下 一旁优先雪和刀王木之风 见状也瞬间扑了过来 进行补攻 找死 这空海族巅峰圣主低贺一声 一个转身呼的一声 他在猙獰的尾巴闪电般的袭来 直抽刀王木之风 砰的一声 刀王木之风展出的刀光瞬间 整个人更是被抽得飞了出去 张口喷出了一道鲜血 身上的衣袍都裂开不少 肌肤出现倒刀伤口